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主要是解释一个词汇的定义 方法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什么什么有这样子写 と読みます 怎么读 是这样子读 と言う意味です 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表达方式一起学习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と読みます と言う意味です 意味です 这个用法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跟questions 疑问和answer 回答一起看 第一个と書いてあります的用法 比方说这样子用 ここになんと 这个也可以说何 但是在这个地方要读 なんと なん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写的什么呢 写的什么 なん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这个と呢 很简单的在这里写的 对吧 と和什么什么と言います 大家的日本语上次21课里都学的语法是一样的 と的 就是连接词 为了把这个什么意思呢 什么的这个连接 如果没有と的话 这个なんと書いても 都不行不能省略的 ここになん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在这里写的什么呢 なん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回答 什么什么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这个前面可以说 直接回答 止まれ 止まれ是停止 他把这个括号的意思就是 他引用了原话 引用那个标志 上面就写的停止 不要紧 停止 作为止まれ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所以写的是停止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書いてあります 好 这个他解释的就是 动词 命令性和禁止性 都可以放在句子里面 就这样子放 直接引用 括号 然后写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この漢字はなんと読みますか この漢字はなんと読みますか 这个漢字呢 怎么读呢 なんと 怎么读 到日本大家肯定会遇到这种困难 你要问的时候就是 この漢字はなんと読みますか 比方说是菊花这个漢字 怎么读 很多同学知道这是菊花 但是日语怎么读呢 日本人会给你解释 聞くと読みます 聞くと読みます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このマーク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どういう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マーク 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止まれ一样的比方说 是停止 停下来的意思 止まれという意味です 补充一下 どういう和どういう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下定义 提问的一文词用 どういう是从どう言いますか 是什么样怎么说呢 どう言いますか 为什么どう言いますか 不能直接放里面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了动词 两个动词一个要变成 禁题要变成简体 どう言いますか 要变成どういう どういう怎么说的意思呢 怎么样的意思 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是一个 好的 どういう どういう是 どう言います どう言います 也是一个禁题 要变成どういう 简体才可以的 一定记住 两个动词重复的时候 一个动词一定要变化 否则化 这个就用不了了 语法就特别奇怪 文章就特别奇怪了 注意 我们读一下这个地方 このマーク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这个标志 有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止まれという意味です 是停止 停下来的意思 好的 我们稍微练习一下 这个読みます 読みます一起练习 この什么什么 三个比方说 怎么读 第一个是汉字 这个汉字怎么读 怎么说 この漢字は何度読みますか この漢字は何度読みますか 有可能这不是一个汉字 是一个单词是吧 这个单词 一两个字组成一个单词 この単語は何度読みますか この単語は何度読みますか 然后名字也可以是吧 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知道 但是你不会读 不是不知道 你知道了 但是不会读 这很多情况会有这样 所以你要问 你这个汉字是怎么读的 你这名字汉字怎么读 日语就这样说 这个名字是什么都読みますか 这个名字是什么都読みますか 让回答是什么什么都読みます 这样读的啊 什么什么都読みます 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名字的说法 因为刚才 这个名字也可以 更加尊敬是 那位先生要加个 这是魏的意思 那位先生 比较一下 我刚才稍微说了一点 就是前方 这个意思是 你知道他的名字情况下 你不知道他的 对 汉字 读法是什么 所以要用这边 那这边呢 この方の名前は何ですか 他一定也会问 纯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首先要问那个人名字 你叫什么 是不一样的 这边知道你叫什么 只是汉字名字不懂 汉字的读法不懂 要问你怎么读 这边是你叫什么 区别一定注意一下 那么除了你叫什么 也可以这样说 你叫什么 复习一下 お名前は お名前は 或者名前は 价格我更加尊敬一点 或者全部说就是 お名前は何と言いますか 名归姓是什么 お名前は何と言いますか 全部复习 把它这个 想一想 这个 然后刚才说的 你怎么读 汉字怎么读 何と読みますか 汉字你的名字怎么读 何と読みますか 但前面也可以加个 お名前は何と読みますか 这区别一定注意一下 我们练习一下 この漢字 这个漢字怎么读 この漢字は何と読みますか 火花 就放炮的意思 怎么读 火花 花火 记住 花火と読みます 我们语法的结构 文章一起利用的同时 也学新的知识 这是花火 花火と読みます 大家知道 この什么什么 何と読みますか 自己练一下 我只会回答一下 と読みます 桜と読みます 这个是什么 这是 这是那个 这是英语叫festival 就是一个 聚的一个聚会 那么聚餐啊 什么 日本就有这个很多叫 祭祭 祭祭 日本式的这个晚上 椅跳舞 在外面 祭祭と読みます 这个红叶 红叶怎么说 对吧 红叶櫻花是桜 红叶怎么办 もみじ もみじと読みます 一定注意 もみじと読みます 那彩虹 下雨之后 彩虹 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说 记住 にじ にじ にじと読みます にじと読みます 最后梅雨 就是一直下的 四月五月的那个梅雨 但是怎么读啊 这很难 对中国人来说 记住 联想 联想不到的语言 就是 つ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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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読みます つゆ と読みます 補充一下 单词也会 那么假如你不知道名字 你会要说 这个人的名字 怎么读呢 この方の名前は 何と読みますか 比方说 佐藤と読みます 佐藤と読みます 这个人才等 斎藤と読みます 斎藤と読みます 松下と読みます 喜欢车的同学 就问了 松田怎么说 松田と読みます 松田と読みます りむ呢 りむ すずきと読みます すずきと読みます 是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 说 这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含义呢 那解释 这是有这个意思 这个含义 也会练习 也会有这个情景 我们先练习一下 mark mark 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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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有什么意思 含义呢 一来 このmark 这是question的意思 这个mark 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这个mark 是什么 什么 という意味 什么 という意味 有什么 的意思 这边 这是什么意思 すみません 这个mark 是どういう意味 你回答一下 看着什么 不要吸引 有不要吸引的意思 在里面 怎么说 就是这个刚才的原话 就是命令型 或者是禁止的形状 不要吸引 タバコ 不知道同学 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顺便放了一些答案 为了促进 有些同学不知道 タバコを吸うな 不要吸引 タバコを吸う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タバコを吸う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是那个刚才 用很多时间讲的 就是命令型 和禁止型 它一直可以在这里 都会展开的 在随便的 所以一部一定要掌握好 那一部才可以 我们负责化 你还要到前面 再分析 是怎么样变化呢 所以基础 还是打好的 タバコを吸う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第二个 不要照相 经常在美术馆里 或者在哪个地方 不要照相 这个地方不能照相 怎么说 写真を撮る 简体加个な 写真を撮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这个标志是 不要照相的意思 写真を撮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当然 有的时候也不能打电话 电车里头 对 那不要打电话的意思 这是这个标志 怎么说呢 電話をします 電話をするな 電話をす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電話をす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我给大家画的都是非常实用的 这个不能避免的东西 所以大家希望全都记住 这非常实用 那这个地方标志也会看到 对吧 经常看到教室里 或者哪个地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说 不能吃饭 不要吃饭的意思 不要吃零食或者什么东西 食事をす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食事をす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看一下这个parking 不能停车 是吧 不能停车的意思 怎么说呢 車を止める 車を止め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車を止め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不要游泳 游的地方 很深危险 很简单 这个泳ぐ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泳ぐ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最后两个加油 不要随便扔东西 不能扔东西 ゴミ 是垃圾 を捨てるな 捨てる 簡体 就是否定的禁止 行了 ゴミを捨てるな ゴミを捨て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最后一个 很简单 不要跑步 这楼梯不能跑步的 走るな 走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什么什么的意思 不能跑步的意思 就是 走るな という意味です 好的 我们实际练习一下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和という意味です 两个都用一下 有的人肯定会问你 比方说 或者你会问一个人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这个地方写了什么东西呢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你不知道 有中国人因为 汉字有这个 是吧 很能看的汉字 但是西方人看不了汉字 他肯定会问 这是写的什么呢 是写的什么东西呢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很正常 因为汉字真的看不懂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肯定要这样的问 那么这个人肯定会给他回答 对吧 什么什么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刚才的节奏就是 什么什么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读一下这个 写的是使用中 使用中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使用中 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那么是有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义呢 什么意思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好 你要说 使用中 使用中 是什么意思 中に人が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中に人が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这个厕所里有人在的意思 这个使用中就是 中に人が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或者可以说 你现在不能利用 不能利用 使ってはいけない 就是不能干什么什么的句子 我们回复一下 想起来一下 使ってはいけ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你现在不能用 不能进去 という意味です 这就是一个交流 对话的情景 那么其他的当然也有 比方说这个 对吧 施工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到 同样问 就简单过一下 一样的问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写的什么呢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好 说一下 写的公式中 就是 工具中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工具中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那么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你要问一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什么意思呢 解释一下 看这个 说 工具をしている 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しています 要变成简体 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工具を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工具をしている 现在在施工呢 是这个意思 或者可以说 ここを通ってはいけ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你不能过这个地方 是禁止的 不能进入这个地方 ここを通ってはいけ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可以这样的解释 最后一个看一下 这个 同时 自動販売機 有可能发生问题了 你出不来 这个时候 但是你又不知道 这写的什么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我问一下 何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か 写的什么呢 人家说 故障中 发生问题 故障中 日语叫 故障中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故障中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書いてあります 写的这样子 故障中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什么意思呢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说一下 機械が故障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就是简单 就是机器坏了 发生问题的意思 機械が故障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しています している 简体 现在进行的事態 或者你可以说 你不能买飲料的意思 Juiceが買えない 不能买 買え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Juiceが買え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好 以上是第三个部分 写的什么 怎么读 然后什么意思 書いてあります 読みます という意味です 今次的巨型 就讲到这里 謝謝大家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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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